一段是日本歌姬易清瑶 一位是作家易清廟 姐妹俩直到十一年前才知道 原来他们是台湾五大家族 基隆岩家的后代 岩家发迹于瑞芳节鱼坑 日治时期便已开采九份金矿煤矿起家 不过1895年日本统治台湾后 岩家煤矿就全被日本当局征收 但是没几年后 日本人经营不善急着脱手 当时与日本人关系良好 为日文当同意 又当巡查部的岩云年 机会来了 他在当警察部 然后他帮日本的商社 找了一些工人去挖矿 挖金矿 挖煤矿 所以慢慢一段时间建立关系 日本人可能他们的管理的技术 还有当时的重矿 那他们觉得没有钱可赚 无利可图了 就把那整个空权卖给了 原一年 那时严余年才23岁 本来严家是要栽培他当官的 最后却还是回到严家老本行 他先承租下基隆山周边的采矿权 五年后陆续取得锐发 猴桶 平溪等地的采矿权 从此奠定严家的矿产事业 不过与日本人不同的是 严余年不一手同胞开采所有矿卖 那严余年他听到应该说蛮聪明的 发明了一些比较简单的挖矿方法 所以就接手以后就大发了 那我们就一百分一百分 一百二百分三百分四百分一百分 给你申报 然后开放那些收支符的头戚 行刑狗分的头戚 还有收支符的头戚 收支符的头戚 还有三个的信保借购 等于是挖多少赚多少 让这些小型采矿团队 各个怀抱发财梦 九份山城开启富贵大门 掀起一股淘金热 当地也从只有九户人家的村落 发展成有三四万人的不业城 我们机会有的 三天五天就去骨头金包了 没法债啊 这个什么九份啊 那时候九份就是金矿嘛 九份是小香港啊 那时候繁华的要命啊 那个所有的最好的意计 都要到九份去啊 因为那里的人非常有钱 当年严家 每年可以生产黄金一万五千两 煤两百万吨 富可敌国 被冠上探王金霸封号 实力坚强到还可以新建田路 严一年他们为了煤矿运出去 就盖了品析田路 笔记直线是他们盖的 后来捐给政府 严云年的野心不止如此 他的经营投资遍及各行各业 还成立台阳矿业株式会社 规模惊人 最多听说到台阳企业有五十三家的公司 这叫造船运输啊 一大堆的 那都讲不完的 台阳其实也算很大一个 还包括建设 家大业大又爱好富士的严云年 甚至从日本人手里买下 阵地六万多坪的漏园 也就是今天的基隆中正公园 在里面吟诗宴请文人 成功经商后又出任台湾总督府 评议员 国大代表 严云年 严国年是因为 真的是地方一把 你不出你也不行 接着严云年的长子严清贤当家 更是把家业发扬光大 矿业为主外又投资造船 运输等 奠定严家在新时代的版图 不过他们富而不交 还乐善好施 铺路 捐地 见效 样样来 严清贤 他是清贤国中 严清贤从修 总共有三大功德 一个是开入 一个是照旧繁荣有钱 第三个就是心学教育 然而坐永金山的基隆严家 在1947年228事件遭狂居变 严清贤被列为手谋通气 这时十岁就以企业接班人身份 被送往日本念贵族学校的儿子 严桂敏赶回台湾 却目睹家人 四处逃亡 家里的财产 被拿走大半 没有办法见到他自己的爸爸 然后又看到他的弟弟 或者是别的叔叔啊 亲戚都是无罪无辜的去坐牢 然后也有很多的严家的财产 也都消失了 基隆还有些地 被基隆市政府占据 占用 严加缴税 说我把台湾贵族做过后 国民党来台湾 发生日日日日日日 我建议有美国人的 我今儿童贵族 老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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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手就要做国民党 走国民党啊 眼看家业崩壞 又陷入我是日本人 还是台湾人的自我认同难题中 严慧明终于受不了 又看到接下来的 把策恐怖之中 他的同学也是被抓走了 所以可能回到台湾 他的失望是太大了 也没有办法再继续 想在台湾生活 所以他下定的决心 就是既然是用偷渡的方式 再次回到日本去 那个时候是1950年 严家后来一直跟政治保持距离 是否与228事件有关 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家家族 就只有严家没有参加政治 不设政治 所以我们也要有一个主训名 就是 比如说做事业 但是不设政治 所以严家没有出什么 有名的政治人物 然而当年 因失望逃回日本的严慧明 一直到42岁 才和小他16岁的 一亲合之结婚 只是门户相差甚远 在家族中掀起 渲染大波 然后我爸爸就想要娶 这个日本的太太回去 那当时就好像 受了很大的反对 但是其实已经要提亲的时候 在我母亲的肚子里面已经有我了 长期活在父亲的期盼眼神 家族包袱压力下的严慧明 尽管百般不愿意 1970年代还是回来接掌家族实验 但这时的煤矿金矿都快挖完了 石油能源也逐渐取代煤矿 严家面临前所未遇的危机 我父亲也突然想说 要开一间保险套公司 这个对于严家来讲是 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事业 所以我阿公也不能接受 所以常常就发生冲突 那时严慧明做了许多尝试 但都已失败告终 随着矿业没落 雄霸北台湾的基隆严家 辉煌落尽 台阳转而经营山泉水 养殖黄金雪龙鱼 在五大家族中 以最低调安静的姿态存在 每个礼拜天晚上八点 绿都台湾就在森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